妈咪是为了我 那些人说我是有病小孩 所以妈咪才会动怒 才会生气 这才会做了那样的事 如果要怪 就怪我吧 解释一出 不仅是湛奶奶愣住了 就连一直看苏念不顺眼的张峰也愣住了 所以苏念昨天 拆了医院 并不是任性虎脚蛮缠 不是虚荣心 而是为了保护苏千歌 替苏千歌出戏 这一瞬间 张峰看向苏念都觉得有些不太好意思 而他昨天还那样说苏念 湛奶奶保持了一上午的安静 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用完早餐 湛继婷便是带着大宝 三宝和小宝 一岛出门了 湛爷 孩子这么早就去公司吗 以后战士集团迟早也得交到他们四人手上 现在提前熟悉也好 我去我去 我对这些钱有关的最感兴趣了 我也顺道去看看 妈咪 今天我们可能会很晚回来 你不用等我们 吃了晚餐 就搭这二宝早去休息吧 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和我说说 天心我能帮上忙 苏念的话 很快就引起了张峰 湛继婷和湛奶奶怀疑的目光 苏念 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很好办 纪念集团名声在外 实力和战绩挺不相上下 那纪念集团的总裁 更是神龙不见尾的 脾气更是故怪 平二和安城 整个战事集团都拿那老板没办法 难不成 你还能有什么办法 你要是有办法就有鬼了 好了好了 苏念 你就别闲吃萝卜蛋操心了 没有公司 没有人能对我们战事集团 和我们战业说no的 知道吗 这第三次 我们必定拿下纪念集团的合作 你就等着看吧 妈咪不用担心 妈咪还真不用担心 毕竟纪念集团的总裁 被众人猜想 所谓脾气又臭又硬 古怪的老板 就是眼前的苏念 他们的妈咪 合作的事 只需要妈咪一个点头的事就行了 他摇摇头 只可惜 爹爹并不知道 他所要合作公司的总裁 就在他的面前 苏千歌也是了然的安慰 起了战绩挺和这安城 爹爹 大哥 你们就别担心了 合作的事情妥妥的 一定没有任何的问题 你们为什么这么肯定 他们两次想和纪念集团合作都被拒绝 说实话 这第三次 他们心里都没底的 因为妈咪 苏自称和小清歌暗示的说着 随即看了眼苏念 眼神里的幽光 意味深长 送走詹继婷和三个萌宝 苏念这才回了书房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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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念淡淡抬手 对面这才安静了下来 突然召开的视频会议 让在座的所有人都受宠若惊 要知道 他们的总裁整天神龙不见尾的 哪怕公司出了大事 经济受损 股票下跌 严重情况都是打电话 发短信处理的 而这一次 竟然同一次召开了视频会议 总裁 出什么事了吗 怎么您会亲自召开视频会议 最近是不是有大公司 想和我们纪念集团合作 总裁 您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们纪念集团 每天都有全国各大公司 想和我们公司合作 就连顶级奢侈品 和高端彩妆公司都想 有没有战士集团 有的 不过 总裁您不是说 纪念集团 一定要跟随咱们的方位定位走吗 特别是合作这一方面 筛选要十分严格 我看过的 战士集团企下产业过广 主要是医疗和高科技产 和我们公司理念不同 所以 合作 总裁 您 您说什么 今天战士集团会再次 给我们公司投来合作方案 我说 我们要和战士集团合作 总裁 可是 战士集团的理念 和我们公司的主打 完全不一样 您以前说过 像这样的公司 直接就pass掉 那是以前 从而言之 以后战士集团的合作 照单全收 明白 是 总裁 不过 我们能问问 是为什么吗 为了让他们早点回家 留下这句话 苏念就主动挂了视频电话 他可是纪念疾痕的主人 想合作的话 只需要他一句话 他可不想累着 他的战爷和三个宝宝 书房的门刚一打开 就看到 他在门口偷听的战奶奶 差点跌倒 奶奶 你在门口干什么 战奶奶镇定自说得正好 战家的门窗隔音太好 他什么都没听到 哼 你别以为你为千歌出了头 保护了我的小孙女 我就能接受 走出几步 又缓缓停下 不过 以后再碰到这样的事 大胆去做 别担心破财的事 主要是我孙儿们 不能受委屈 钱不钱都无所谓 这些话 仿佛是在纵容苏念 百家破财 说完 老太太就不自然地 同手同脚 匆匆离开 他看了延二楼紧锁的房门 今天战继婷带萌宝去公司 只有二宝苏子墨拒绝了 要留在家里 随后便一直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 也不知道在做些什么 带着果汁的苏念轻轻敲门 房内传来二宝的声音 门却没有打开 妈咪 我还有事 我给你送杯果汁 我会耽误你的事的 二宝 你把门开开 妈咪 果汁放门口吧 待会儿我有时间自己拿 苏念放下果汁 眼里的担忧之色 却更是浓重了几分 天底下 怎么会有父母不担心孩子的 而此时的房间里 二宝苏子墨 正拿手机 守着飞锁而有序地操控着屏幕里的角色 和技能的释放 一直到水晶被推 上面闪烁出了胜利的字眼 他这才甩了甩小小的手指停下 而面前的电脑上 则是保存下了他刚刚打游戏 那一局的视频 上面还能清楚看到苏子墨的战绩 三十杠零杠零 整局游戏 总共才三十个人头 而苏子墨拿了全队人头 并且全部都是单杀 苏子墨整理了一下视频 这才发送到了微博上 视频刚发出不过五分钟 就已经有了破译的浏览和转发 评论区更是热闹非凡 卧槽 大神书教学视频呢 都是满满的干货 赶紧来保存啊 啊 我爱了我爱了 原来还可以这样操作 不过 这种一跳舞的操作细度也太难了吧 楼上的别学了 学不会的 一跳舞是大神的专属绝技 没人学得会 更没人能打得这么顺 应应应 大神 这可是国际单人赛大神啊 单挑挑战全球第一 拿下第一奖项的第一人啊 这样的大神 我真是爱惨了 好想让大神带我上风啊 对面也太惨了吧 竟然和大神是敌对状态 唉 真是太可怜了 完全被打爆 可不是吧 如果是我 我直接选择放弃挣扎 投降算了 谁知道对面是大神 大神马甲小号众多 这种真是随机 你们没有发现啊 大神永远都是只分享游戏打斗技巧视频吗 从没分享过他的生活和照片呢 你懂什么 大神这叫低调 如此低调 肯定是一个大帅哥 声音也一定好好听 想象一下 花样电竞大神 唉 好想嫁给他 这样以后上风再也不用愁了 哈哈 那如果电竞大神 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秃头大叔呢 那我也愿意嫁 这样全能行的大神 还拿过国际担任赛的顶级大神 可是百年都难得出一个的 众人并不知的是 风靡拳王 引拳王无数男男女女疯狂崇拜的电竞大神 不是四十岁的秃头大神 而是人小鬼大的五岁小奶丸